政府说为了尽快完成 起落马洲河吐区援建设施 工地范围里面的工程 和有关的人员和物资 会被豁免受本港法例限制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河吐区里面正正在提供 大概1000个床位的应急医院 还有大概1万个的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 内地和香港的工程人员早前决定 在河吐区的边境地区 在临时的桥连接深圳的边境 等工程人员和物资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抵达 政务市司长李家超 行使紧急情况规例下的授权 就工地范围里面的援建工程 和有关人员和物资 豁免受香港特区相关的法律限制 等工程可以快速进行 临时的桥将会在工程完成之后拆射 负责卿议集团预计两日之内 完成土地平整和安装水电等工程 交付给当局建应急医院等设施 各位委员 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工作 请于审议 一 2021年 2021年 博定开局十四五 开启新征程 履职尽责 2021年 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和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极大增强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 向心力 更加坚定了我们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信心决心 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政协全国委员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团结和民族两大主题 坚持政协性质定位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为主线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以促进十四五良好开局为重点 认真履知尽责 以提高政协制度效能为目标 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 有提到中美关系 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 只有负面影响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应该成为新时期 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 我想强调 就是美国如何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包括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 是美国自己的事情 但是以中国的发展为借口 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 只会破坏中美互信与合作 也必将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 意识形态划线 拉小圈子 搞集团对抗 都有备于时代发展潮流 也根本行不通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明天开幕 下星期五闭幕 新闻发言人解读过去一年立法工作的时候 特别提及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在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方面 为期六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在北京开博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发表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鼓励港区委员发声支持全国人大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推动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 围绕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和抗击疫情等建言 加强同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海外侨泡的团结联益 汪洋华今年政协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等作出贡献 当中包括进一步提升 爱国爱港爱澳力量能力建设 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 展开民主监督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 特区官员在抗疫工作上要勇于担当 勇挑重担 淺行就职誓言 全国广告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认为 中央不满意特区防疫工作 属于严厉独捉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昨天在北京以视频会议方式 召开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的第七次协调会 说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 进一步加强对防疫抗疫工作的有效统筹 设斥理行好主体责任 也首次要求特区政府负责官员 要勇于担当勇挑重担 发挥好组织领导作用 以投身抗疫的实际行动 来淺行走职誓言 又说爱国爱港力量要积极作为 引领社会各界团结一心 与特区政府合力抗疫共度难关 并且要发扬斗争精神 有力揭批和依法惩治反中乱港分子 抹黑攻击 散布谣言 制造恐慌等干扰破坏抗疫的言行 坚决打赢香港疫情防控保卫战 根据基本法第104条 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等 在就职的时候必须依法宣誓 拥护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6年 通过有关对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 明确指出宣誓人作虚假宣誓 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 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夏宝龙的讲话 反映中央对特区抗疫工作的力度 速度都不满意 我认为那种温宁提醒 这次可能是相当严厉的警告 或者是督促 政府内部统筹 似乎都成功能力度不足 因此造成不同部门协调的问题 以及资讯发放比较混乱的问题 第二就是政府和民间资源之间 是否协调统筹得好呢 难道责任还在政府那里 政府是採取更加严厉的法力 或者行政手段来确保私人医疗 政府要承担这部分防疫抗疫的责任 所以从中央看 政府仍然有很多改善空间 他又说中央也会慎防港府 将疫情这个健康问题 演变成政治问题 并且对反对势力有所警惕 母亲 此起来 刘俊玉报道 正在香港支援抗疫的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曼妍言说 要减低重症和死亡率 要做到四集中 四集中是指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和集中救治 在内地爆发新冠疫情之后 国家卫健委提出 需要按照的应对原则 国家卫健委前年2月初话 根据四集中原则 将重症患者集中到 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进行救治 同时集中优势的资源和专家力量 按照一人一策的多学科 综合的个体化诊疗 最力做好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 有效降低死亡率 其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 和去到湖北省考察疫情期间 都提到要进一步落实四集中措施 湖北省前年2月 已经按照四集中原则 由国家级专家组和湖北本地专家 共同研究制定诊疗方案 而当时单在武汉市 就有十几间修治重症患者计定点医院 集中了全国九十几支国家级 和省级医疗队 配合当地医务工作者救治重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